清朝时期的台湾被形容为战斗民族 流民传,清朝的台湾悬浮被台湾民众直接对抗 这反映了台湾社会的独特性 台湾因其地理位置和历史 发展出强悍的民风 18至19世纪 台湾常有自发的民间抗争 包括对抗清朝官员和外来侵略 台湾民众的这种抵抗精神 部分源于地方豪强和民间武装力量的存在 清朝对台湾的统治并不牢固 当地社会结构复杂 地方势力强大 台湾民众在遭意外来威胁时 能迅速组织起来进行抵抗 这种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 使台湾成为一个具有强烈自我防御意识 和战斗精神的社会 更多台湾历史我们下期再见 历史是生命的老师 点击订阅 用知识延长生命